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啊 今天这一节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啊 那么这个事情呢 这个新闻啊 其实价值千金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啊 他说啊 挫败了空袭 把威胁将让以色列为错误付出代价啊 要反击了啊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说这个新闻价值千金呢 不是内塔尼亚胡他说他要反击啊 而是他在哪儿说出来他要反击 对吧 所以CNN的以色列直报报道啊 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安全掩体内举行内阁会议 并发表视频 讲话称以色列在下一个大错误将付出代价啊 那在一个安全掩体里发表的这个东西 你要跟你讲的意思吗 这个新闻价值千金 为什么 因为你突然会发现他也害怕 对吧 当然了 这个东西咱不是说非得不用斗狠啊 必须得内塔尼亚胡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 是吧 什么都不怕 对吧 这个当然也不对啊 但是为什么就说 你打得一拳来 是吧 打得一拳去 免得百拳来 为什么 因为当你突然发现你的对手 哦 原来你也会害怕的时候 那么你对手什么样的光环也就都没有了 这你就怎么样了 就跟那个神似的 神一旦流血了就是伪神 是吧 一旦当你是伪神的时候 怎么击败你啊 怎么跟你博弈啊 这就有方案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呢 他必须要证明他敢于出手 敢于亮线 是吧 这个是很好的 我一直强调必须得打 对吧 你是不打的话 你说你这个游戏可怎么弄啊 那游戏就完全玩不了 对吧 那现在打的多少就已经有点晚了 我说实话 现在打都其实已经有点晚了 是吧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形势 是吧 现在的状态 对他来说的话 其实已经不利了 最开始打的时候 最呃 可以怎么样 负责的最多 对吧 得到的好处也最多 世界对你的这个微信也感到最最厉害 对吧 你第一次升旗的时候就打 那么等他反击了之后 你第二次再升旗的时候 他就会哆嗦 对不对 你光在那升旗 今天升一个旗 明天升一个旗 对吧 就跟那个曹操说的似的 是吧 列位公卿 日哭到明 明哭到夜 是吧 能哭死董卓佛 对不对 你没有一点行动 没有一点这个魄力 没有一点这个去干事的这个心 对吧 你就在这不停的哭来哭去 你能哭死董卓吗 董卓能因为你的哭泣而死亡吗 对吧 那不可能的事啊 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呢 你要是不敢行动的话 那你就没有未来 那你一旦行动了 你突然发现 哦 以色列也往沿蹄里躲 那怎么样 那就成了 所以这一次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对吧 那它的问题是什么 嗯 他并不在想在这一时刻帮助以色列去打仗 这点一定要知道 因为你想在哪一个时刻帮他打呢 在你最顺的时候打 对吧 所以为什么美国对于帮助以色列 完全没有任何的顾忌 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付出什么代价 他为什么不不敢援助呢 你要说他付出了一个特别高昂的代价 那我觉得ok啊 你说的东西有道理 对不对 但如果他没有付出这些高昂的代价的话 那他为什么不敢去援助呢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呢 什么是高昂的 对不对 那就是当你真的 你得自己入局 是吧 以身入局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美国还愿意吗 对吧 所以现在对于美国来说 最关键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油价嘛 油价 是吧 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有油价的这个问题 有油价的这个方向 是不是 那油价才是什么 才是关键 是吧 所以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就是这么个路子 所以油价是什么 就这么个玩意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一道理吧 所以问题也就在这儿了 怎么办 是吧 对于以色列来说怎么办 怎么进行报复呢 不好报复 为什么说不好报复呢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打吧 他打你 他打你吧 你打他 对吧 我跟各位实话实讲啊 咱们如果抛去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今天这边说赢了 没看那边说赢了啊 咱们真真正正的看 现在到底取得了什么战果啊 呃 实话是说 袈裟呢 确实打乱了啊 这个咱们就是实话说 打成废土了 这个也不是假话 对吧 打死了黎巴嫩的领导团层 这个也不是假话 对吧 但是除了这以外 还有什么呢 你突然发现就没了 但是第六次中东战争 现在已经可以说是第六次中东战争了 对吧 这场战争它付出代价极为高啊 等于现在呢 又打进什么进来呢 又打进这个第一次中东战争这个状态了 他的敌人越来越多 对吧 敌人越来越越来越好 而且这块是这样讲啊 伊朗人只要敢动手的话 对于沙特来说 他也是不利的 为什么 因为你敢动手的话 大家都怎么样呢 都支持你吧 对吧 那一旦大家都支持你 那大家就不支持谁了 不支持沙特了嘛 明白 我跟你讲的意思吧 所以对于沙特来说的话 沙特独营的局面就怎么样 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 伊朗是有惊天妙手的 是吧 那这一妙手是什么 那就是封堵霍尔摩斯海峡 只要美国打了伊朗 伊朗就封堵这海峡 你也不用说封堵多少天 你封堵个十天 二十天的 对吧 油价一下暴涨 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比谁都怕这个 你马上美国就大选了嘛 美国只要一大选 你只要把油价拔起来 一时之间给你打到一百多 对吧 川宝几乎可以说毕胜了 那川宝胜的可行性就一下就增高了 对不对 这个是哈里斯他们愿意看到的吗 这是拜登他们愿意看到的吗 那么他们马上就会有忌惮 对吧 只要他们有忌惮 那么OK 就可能可以玩 那你说选举完了之后 要不要清算你呢 选举完了也是一样的 美国已经进入到降息周期了 对吧 选举完成之后的话呢 马上第二次联储要公估这个价格 你记得人报位 你报哥说了 是不是 经济好 是吧 我们就降了慢点 要经济不好 那我们就快点 对吧 那到那个时候 如果油价往下崩着往下掉的话 那你是快点还是慢点的 你这快点慢点都不行 是不是 你快点呢 你印了那一堆钱出来 是吧 油价掌上去了 这对你来说是不利的 你慢点呢 慢点呢 油价掌上去了 你怎么说 对吧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这一次美国会不会支持以色列不见得 所以呢 美国不支持以色列 美国不见得支持以色列 是吧 那最后的话 最终造成的结局是什么结局 是不是 那那未来的游戏的话怎么说啊 那可不就这么玩法吧 不是说说胖就说中吹中闭赢讲那些东西 对不对 那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形势并不好啊 那真的我还是这句话啊 我不怕哈里斯书 我不怕川宝上来 川宝上来 川宝得罪要得罪多少人呢 你别看着啊 川宝一说啊 我上来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 你上来这事就不会发生了 对吧 这个世界都是趁你病要你命的 对吧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怎么回复这些人 对吧 现在呢 他们要打 你们是打还是不打 你不能说我一语退兵嘛 谁理你啊 谁甩你啊 你真把你当个神仙 知道吧 外边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你折腾了 而且外部形势对川宝不利 川宝没有任何施政的空间 到时候美联储降息 对不对 完了呢 油价暴涨啊 这时候你在打关税战吗 三者一家 美国历史可能要闹去 对吧 那会闹可就不是那个 可不是那些低收入的人闹了 我那会讲过 美国不怕社会活动家 为什么 社会活动家呢 嗯 其实实话的时候还是挺讲理的 对吧 人家就是缺个油啊 弄个醋的 是不是 拿个这个 拿个吃 拿个喝的 对不对 他并没有说他威胁到什么呢 一个是没有威胁到这些 是吧 自由战士 真正的美国的这些普通的中产 对吧 他们的生活还是如常的 对吧 并没有深刻的影响到他们 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三个一加加起来之后的话 你想要涨多少 你想啊 如果油价给你打到100 这就要涨30 一桶就要涨30 这不通胀不知道涨多少 对吧 这是首先第一个涨 降息的话呢 在春黄的降息 那会还能不能降息 不好说 而且我跟你讲啊 现在降也不行 不降也不行哦 因为现在降了50 是吧 应该是这个4.75到5 这个利息也很高哦 如果是5的话 那么5%的话 35万亿的话 一年要还17500 而且很多马上这个东西就要来了 知道吧 马上很多的这些没有到期的 要到期了 到期之后的话呢 要变成什么 变成下一轮的去买 那么如果你不能降来的话 那就要都换成5%的话 那你可就惨了 那问题来了 你降不降息 你降息了之后呢 若美元 然后之后你还会贬值 贬值的话呢 还会催高这个通胀 对吧 通胀再来 完这个时候你关税战打是不打 你不打关人战的话不行 打关人战 这三者一家 这100块钱要不给你翻成两倍 对吧 卖100块钱的东西要给你翻成两倍的话 这不是什么开玩笑的 那通胀你别跟我说什么CP2% 上涨2% 谁信你这鬼话 对不对 到那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自由站也乱了 那个时候对于川宝来说 川宝不好执政 你别看你哈姐 你哈姐好像怎么样 是的 你哈姐没说过什么太极端的话 对不对 好像以大家的团结 还得讲这些话呢 知道吧 你川宝上来讲那么多的狠话 讲了那么多的硬话 对不对 外部的人也得罪了 内部的人也得罪了 完了油价也控制不住 你觉得他上来那么好事 我跟你说实话 他上来美国只会加速水落 绝不会加速上涨 他只会加速水落 这个是美国 面对也得面对 不面对也得面对的真实情况 是吧 那你说怎么玩 没得玩 是吧 所以呢 为什么说这个消息价值千金呢 就是他告诉你 那塔尼亚湖他也得进那掩体里 只要当你知道那塔尼亚湖也进掩体里 那说白了 对方也就怕了 那对当你知道对方怕了 对吧 那说明你这个东西就喜笑了 你这个东西并不是不喜笑的 对吧 中东小霸王 这个名声彻底被拿掉了 那中东霸王的名声被拿掉了 对内塔尼亚湖来说是什么好事 哎 你要知道啊 这才几百枚 而且这导弹的质量也有 反正我看也就一般 对吧 就那个意思 这才几百枚导弹 现在就完全逆爪了这个形势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新的战争浪潮已经到来了 这个才是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 为什么 我再也不用说 是吧 你上飞机 我上飞机 你弄个F35 我打不过你 是不是 我那苏系的 对吧 上去让你给扫了 对不对 你放导弹 我也放导弹 对吧 你放飞机过来炸我 我就放导弹 对不对 平时的时候我怎么样 我藏着 把洞一挖 往洞里藏 分散着 对吧 这一个导弹部队 比如说二十个发射车 是吧 两个发射车一组 对吧 我藏洞里 平时我都不出来 等我需要出来的时候 无温机侦查 一推出来 扑扑就放 放完就跑 对吧 分散 储藏 等使用的时候 想从哪使用就从哪使用 想从哪打就从哪打 你哪是目标啊 过去你必须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什么 是机场 你把机场打掉了 对方就没有反击能力了 现在人有的是山 你搞清楚 伊朗人到处都是山 对吧 人家从山川里搬出来 哔啦哔啦就打 打完就躲山里 躲山里你炸的随便炸 真正那种防炸的掩体 真正厉害 那个在山里修的那个 你不见得拿那个钻基弹能钻的进去炸得了 再说了 我分散放 对吧 你就算炸毁我一坨 我别的坨还有 我还在不停地炸你 对吧 新战争浪潮已经到来 而且我跟你说实话 你别小看那些小摩坨 对吧 改杖的东西 日夜不停洗澡 那这个东西对于以色列来说 它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你的战争体系可没有换动 你需要机场 你需要这些雷达这些乱一八糟东西 对吧 那如果打这么几下子 双方干起来了 对不对 怎么说 我一直强调就必须得打 你不打的话 你真是行不了 对不对 太让人失望了 现在打我跟你说都已经晚了 对吧 但是这个世界呢 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 对吧 起码你还能动 还能有行动 那这样一来呢 杀色的一些国家呀 是吧 他对你多多少少 还有个忌惮 如果杀色的一些国家对你有忌惮 你才能行 要不然的话 所有人都是围杀你 你小兄弟觉得你不敢打 是吧 人家对你泄了皮球 泄了气了 对吧 人家不打了 人家不打的时候 那时候就人家 腾出手来 专一减镜 专一打你 对吧 你只要敢打 他乱套了 对不对 你想想这个 这个道理嘛 如果他是乱套了 如果他有点这个问题了 是吧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才有机会 是吧 所以呢 你必须要行动 必须要有这种 这种雷霆的手段 你有这些东西 你后边的游戏你才能玩得了 你后边的玩法 你才能玩得下去 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怎么玩 你根本就玩不了 明白吧 明白 我给你讲一道理吧 所以现在呢 有点晚了 但好饭呢 不怕晚 起码呢 有行动 有行动就比没行动强 一点行动都没有 纯在那装死 对不对 那你这个国家哪有未来啊 对不对 哎 所以太禁地宝了 知道吧 这就怎么样了 就告诉你 这都是个好事 对不对 好吧 那么 这一节呢 就有点看下一节内容 那这一节啊 咱们得讲硬事啊 那么 现在扎哈罗娃呢 送来了嘲讽啊 所以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啊 不断升级 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政策被证明是失败的啊 那么 拜登政府呢 在中东的彻底失败 一场血腥悲剧啊 愈演愈烈 白宫含糊不清的声明表明 其在解决危机方面完全没有能力啊 布林肯的努力啊 导致了成千上半的死亡者和僵局啊 那当然了 对于他来说 他当然可以随便发嘲讽了 因为现在呢 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 确实这个问题嘛 美国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的话 我的看法很明确 美国不想打 为什么 美国不是说他仁慈了 知道吧 他们多么的谦卑 学好了 不是的 他最害怕的是 一打起来 油价就崩了 是吧 远甲砰一下 飞起来了 跟那个火箭上升似的 所以现在啊 整场中东战争 真正的 你说走这个局势 是吧 到底谁得了多少 现在看不出来啊 咱们讲道理啊 其实现在是看不出来的啊 一定要在什么 一定要在油价这个方面上看真正 知道吧 油价只要能够维持住稳定 哪怕稍微涨点 是吧 在七十这个线上稳住 是吧 就可以 如果一下跑起来跑到一百多 那这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几乎就不用选了 所以呢 战争呢 是吧 对于这个游戏来说呢 只要他起不来 是吧 战争的游戏只要起不来 明白吧 明白我给你讲的意思吧 这个他呢 就美国呢 其实就可以抛弃以色列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美国对以色列这么偏袒 从现在角度来看的话 昨天我就讲到了 因为对他来说 如果他没有了以色列的话 那么不是说是 这个所谓的犹太集团 将会非常痛苦 犹太集团有什么可痛苦的 我跟你说实话 犹太人本身分好几个分支 对吧 在美国的很多的犹太人 他们的分支本身就不承认这个 这个以色列了 对不对 那分出很多个分支了 对吧 而且我说过 有利益转的时候 那一说就是兄弟 知道吧 没有利益转的时候 咱俩是谁是谁啊 对吧 亲兄弟又如何 对吧 这个东西 历史上就这么回事 有利益 才有价值 才有价值观 没有价值就没有价值观了 你想这个民族一说 他玩的是什么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他对任何人都这么讲 对吧 你真的觉得他对他们自己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不信 对吧 人和人都差不多 别把人好像搞得这个有足不大分别似的 对吧 真要团结起来早就成事了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是怎么说呢 如果真要是团结的话 当年就不会让他推出这个西大半岛 当年逼着他退出了西大半岛 他们就没有这个团结 我认为这就是实情 这就是一等一的实情 如果他当年直接让他拿到西大半岛的话 现在他早就成强国了 哪还有巴勒斯坦这点屁事啊 是不是 直接都怎么样 你就拿着呗 你拿了之后的话 拿完踏踏实实的 你就可以怎么样 你就可以爱干嘛干嘛了呗 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真的想 就这么简单 整个的游戏没有特别复杂 他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 让你理解不了的东西哈 这东西是多不多的恐惧 多不多的让你难以理解 不是的 其实整个事情非常非常简单 啊 到底在玩的是什么 到底在干的是什么 是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啊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办 对吧 既然已经 这么干了 那怎么办 对于美国 美国是下场还是不下场 我认为呢 美国呢 还是要看什么 看油价 只要油价能够稳住呢 我觉得他不一定想下场 而且他也没有必要下场 你对他来说的话 他下场的干嘛呢 他下了场之后的话 遭遇的问题那是蛮多的 对吧 你别认为他下了场之后 他都是好事 哪有好事 现在毛这块嘲讽他了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这块 要真的打起来两场战争的话 那他怎么打呀 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话 那他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更加是予取予求 我说实话 你别觉得川普现在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于毛来说的话呢 毛子不会放过他 对不对 那你把我都打成这样了 我为什么跟你讲 毛不会放过他 毛子已经没有未来了 知道吗 毛子未来只能跟远东这块发展 在这块发展的话 其实对他来说是并不利的 对吧 毛子他到底 是吧 能不能够靠这个远东这块起来 他将来是两个哑铃 他的一个大哑铃 他是两个中心 你把毛子上千年的经济发展规律都毁了 那你说对毛来说的话没有 我毛会放过你吗 对吧 毛脚不放过你 你穿毛上来 你能停战吗 不可能是 不能停战 还得让你吐出来 那你一旦吐出来了 你在北约的微信就没有了 北约的微信没有了 你后边的游戏怎么玩 谁听你好听 对不对 你装可以 你要装出利益 让大家觉得跟着你走有利益 大家才会跟你走 对吧 那你如果跟你没利益 对吧 大家跟不了你走的话 对吧 那凭什么我跟你走啊 我跟你走 我能获得好处 咱怎么说话都行 我跟你走 获得不了好处 你要找谁说 找谁说去呗 是不是 所以现在呢 对于整个的毛来说呢 情况其实非常的糟糕 对于美国来说 情况非常的糟糕 因为美国人他怎么抓住重点 就是 这些东西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你入场很容易 知道吧 进去劈里啪啦一顿炸就完了 就想入场 一分钟就入场了 那问题是 只要你入了场了 你想离场 那就难了 对吧 战争最可怕的就这问题 你能决定战争的开始 决定不了战争的停止 而且我没跟你讲了 这一次的话 整个的游戏啊 其实非常的明确 对吧 真的真的是非常的明确 就跟这个毛子 以色列都是一样的 对吧 毛子入场的时候 毛子觉得 是吧 威震天下一打就成了 不是 打两年了 三年了 自己的经济结构都变了 对吧 以色列也是 以色列觉得 哎呀 都小事 都小事 是吧 夹杂我这里给他推平了 对吧 一进去 发现得 都傻了 这一次他对黎巴嫩发动的这个进攻 是吧 还有好像那个M117吧 就那个那个 可能都越战时候使的那种运兵车 对吧 说现在用梅卡瓦三 梅卡瓦三的都是老皇帝的 说白了呢 真正的军队的这个标配已经下来了 以色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他的装备 是吧 都已经下来了 对吧 装备水平都在下降 所以他的真相是什么 是这个 他就唯一的 是吧 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能力呢 他就是那个什么 是吧 美国人给他一堆这些炸弹 他拿着这堆炸弹的话能打 知道吧 让你觉得他好像战无不胜 功夫不克的 你真正看看他普通的这个士兵的这种装备 对吧 这些东西的装备其实已经正在不停的下降 对吧 装备的能力下降 装备的水平下降 是吧 装备的实力下降 这是什么 这是真相 你别以为这东西是假的 对不对 你你现在打这场仗打的是什么 打都是属于理解就好的状态 对不对 明白 我给你讲的意思吧 没有吧 明白 我给你讲的意思吧 这个游戏玩 玩到下边 是吧 再往下玩的话 你就非常的难玩 是不是 你的游戏没法玩 是吧 别着急 不是说你喜欢或者你讨厌就能玩的动呢 不是说你喜欢或者你讨厌就能玩的行呢 是吧 那怎么办 那你想啊 这个实力也好 是吧 这个能力也好的话 你 你说怎么弄 所以 嗨 反正还是这句话吧 形势比人强 不是你喜欢或者你讨厌就能接触的 是吧 所以毛子这块呢 呃 对他最好的选择呢 他就是下山嘛 对不对 那他解除了 一旦他在东欧这块 他缓了劲了 他就可以下山 他下了山之后 他更起劲啊 所以 真的啊 我说实话 这场战争打成现在这个这个状态啊 是吧 年龄乎乎 这场战争啊 就是一个字 绵 对吧 不爽力啊 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 他没有爽力一点 在战略上 以色列已经失败了 因为他没有目标和对手 他 他 他 你不能说你每一个人都打吧 我见着谁打谁 对不对 你这不是 胡闹了吗 对吧 其实你是没有能力去 讲明白你到底的这个目标和方向是谁的 对吧 你能唯一讲明白的呢 就是你现在就属于你的业就好 是吧 看起来十八狠 是吧 他是看起来十八狠 比谁狠 比天狠 比地狠 是吧 看谁我就打谁 谁不服我就打谁 但是你也看见了 对不对 现在呢 内塔尼亚湖已经延体了 当然内塔尼亚湖进延体呢 也证明了一点啊 前一段时间呢 有人有假消息 说这个 看内塔尼亚湖被搞定了 对吧 这个肯定是假消息 因为内塔尼亚湖被搞定了 这么大的消息也瞒不了了 当天就得见报 是吧 那你说怎么说 对吧 而且内塔尼亚湖他有很多的反对者 对吧 那些反对者也不愿意看到他成功 对吧 所以对于那些人来说的话呢 他怎么可能替内塔尼亚湖遮掩呢 你说密不发方 这不可能的事啊 只要出问题的话 当天就会出问题 所以反正 战争嘛 真真假假的这些消息都很多 但是有一点呢 我觉得非常明确啊 就这一次的话呢 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 美国人其实并不想下手 因为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下手是没有艺术的 对吧 你看啊 之前下手是被拉上阿拉伯世界屈服 他为什么要帮助这个以色列去打这个埃及 因为他帮他打埃及他能获利啊 他打了埃及之后的话呢 埃及这个失败了 埃及失败之后的话呢 对吧 才会有代文协议 才会跟他们谈 才会跟这个游戏跟他们去玩 对不对 那这个游戏的话呢 他们才能玩得下去 对吧 他有个好处的 能拿得着好处的事 为什么人家不做呢 对吧 又付出不了太多的代价 那我为了你 我做一把 做完了之后 你也看得很清楚 我跟阿拉伯世界结交了 而且当初还有一个很隐秘啊 很隐秘的这个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啊 这个其实纳塞尔主义 对吧 萨拉特他们 这整个阿拉伯世界也并不完全支持他们 因为你要知道 以萨拉特为代表的人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世俗政权 对吧 那反过来说的话呢 像约旦啊 沙特这些人啊 对吧 他们都是君主政权 君主政权的人 怎么愿意看到你这个世俗政权人强大了 那一旦你世俗政权强大了 那君主政权岂不是要倒闭 是吧 岂不是要出大事 那他们怎么可能愿意接受你这个呢 对吧 这个到底我觉得蛮简单的啊 所以呢 当年呢 确实也就不团结 现在确实也是不团结 对吧 都是不团结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管团结不团结啊 你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话 你有没有方案 你能不能去做事 所以为什么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好时机 对不对 真正真正的好时机 是吧 那是什么 就是毛子也在这打着呢 是不是 你想毛子也在这打着呢 毛子也在那这个锁边呢 毛也在那拼着呢 是吧 那怎么说 那这游戏的话可不就是你也就好了 对不对 那未来的形式的话呢 就是这么个玩法啊 所以不是说 是吧 非得吹他呀 或者非得黑谁 吹谁黑谁 是吧 这一次的话 你不利用这一次机会 你永远没有机会了 就只有这十年二年了 这十年二年的话 你不利用的话 怎么说 对吧 美国现在被引入到一个对他不利的局面了 他又要降息 又要维持世界的稳定 他的能力又下降了 同时又要两线作战 是吧 这么艰难的局面 如果你不敢动手的话 那你没机会了 你十年二年之后 高斯文化一来 新能源一到的话 你直接就再见了 你觉得十年二年之后的话 你还有任何机会在这游戏里去玩吗 啊 你还有任何机会能在这个游戏里称雄吗 对吧 就不用多说了啊 所以现在呢 对于以色列来说呢 以色列怎么应对 以色列呢 就得去炸伊朗 伊朗呢 炸他 他炸伊朗 他们俩互相打 他们只要这么互相炸 就行 知道吧 就没说吗 要求就这么低 要求没法再往下低了啊 不能再往下低了 没有低的这个很低的点了 我没跟你说吗 这个游戏只要玩成这个结果就行 知道吧 都不用说你在这个游戏里边 你必须说你得赢 只要你能打 只要你能持续的去打 对吧 那就OK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持续去打 对方呢 他就得怕你 对方呢 就得跟着你打 但是问题是呢 他们的持久性都不行 他们的经济不行 他们的能力不行 持久性不行 越打 他们的能力就越低 越低呢 他们就越得打 陷入到战争泥谈了 等到差不多的时候了 对方就该出来跟你和谈了 那个时候就是你最好的和谈时机 和谈完了之后 是吧 你把这个危机解除了 是吧 你把制裁解除了 你多多少少能还口气 对不对 你能多多少少呢 能拿点东西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的意思吧 你多多少少 你能稍微拿点东西 你才能在后边这个游戏当中谈 如果你连这你都拿不了啊 什么你都拿不了 对吧 最后你能 你说你能拿什么呀 对不对 你拿着只有离也就好了 除了离也就好的话 什么也都没有 好吧 那么见这一集呢 绝对谢谢收看 非常有意思 这是什么来说的 是吧 你们没有 来 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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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开始给我 我来吧 我的一个人好了 我的一个人来了很快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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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人啦 是吧 那个人们……